彼得兔的故事 比赘克斯·波特著 李书莹编译 躲在被子里的小兔子是谁呀? 它为什么不敢把脸露出来?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有趣的故事吧! 从前,有四只可爱的小兔子 它们分别叫跳跳、蹲蹲、棉尾巴和彼得 四只小兔子和兔妈妈生活在一起 哦,差点忘了告诉你们 它们的家在一棵大山树的树根底下 那里有许多软软的细沙 可舒服了 一天早上 兔妈妈给孩子们穿好衣服 整理好小篮子 然后对他们说 宝贝们,现在可以出去 采野果了 不过一定要沿着小路走 千万不要跑到 麦克先生的菜园里去了 你们的爸爸 就是在那个菜园里被抓住的 他还被麦克太太做成了一块大馅饼 兔妈妈一边给彼得整理衣服 一边再次叮嘱道 现在可以出门了 一定要小心啊 然后兔妈妈带着篮子和雨伞也出门了 他穿过小树林 来到面包店 买了一条黑面包 和五个小小的葡萄干圆面包 跳跳 敦敦和棉尾巴很听话 他们照妈妈说的 沿着小路走 踩在路边的野黑梅 可彼得呢 他太顽皮了 他一出门就把妈妈的话 望得一干二净 直接跑到了麦克先生的菜园 在大门下 找了个缝隙 钻了进去 刚开始 彼得只是吃了一些 获菊和云豆 接着 他又啃起了小萝卜 大概是吃得太快了 不一会儿 彼得觉得很不舒服 于是 想早点西芹来换换口味 绕过一片黄瓜藤 彼得发现了一个人 跪在菜地里收拾 转心菜苗的麦克先生 麦克先生一看到彼得 就跳了起来 他举起铁把 追赶着彼得 并大叫道 站住 可恶的小偷 彼得害怕极了 吓得连菜园们 在哪里也忘记了 只好在菜园里 漫无目的地奔逃 惊恐中 他的一只鞋 丢在了卷心菜地里 又跑了几圈 路过土豆田的时候 另一只鞋也跑丢了 没了鞋子的束缚 小彼得用四条腿 跑得更快了 可倒霉的是 他误打误撞 冲进了一片 灯笼果树丛 树枝勾住了 他夹克上的扭扣 他身上那件 蓝色的夹克 配着黄色的铜钮扣 多漂亮啊 还是新的呢 彼得觉得自己死定了 忍不住大哭起来 一群好心的麻雀 听到了彼得的哭泣声 赶忙飞过来安慰他 鼓励他努力逃出去 就在这时 麦克先生打算 用一只筛子扣住彼得 彼得奋力从夹克里 振脱出来 荒万中 彼得冲进了工具房 一头跳进一只喷水壶中 可惜壶里还有不少水呢 不然可真是个 长生的好地方 麦克先生走进工具房 他确定彼得就藏在 某个倒扣的花盆下 于是他将那些花盆 一个一个的翻过来 仔细寻找 阿踢 藏在水壶里的彼得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麦克先生立即循着声音 冲了过来 麦克先生踢脚 便朝着彼得踢过来 彼得却翻身从窗口 跳了出去 可那个窗口对 麦克先生来说太小了 而且他也厌烦了 像这样追来追去 于是他很不开心地 回到了卷性菜地里 彼得终于可以停下了 喘口气 他跑了很久 实在太累了 刚才在水壶里 又泡了半天 彼得全身都湿透了 再加上恐惧 他全身发抖起来 休息了片刻 彼得又开始找出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 彼得终于找到了一扇门 只可惜这扇门锁住了 门上连一个 能容他钻过去的 缝隙都没有 彼得向一只路过的 老鼠问路 可这只老鼠 什么也不知道 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彼得难过地哭了 彼得绕过一个小水塘 看见一只白猫 蹬在塘边 呆呆地盯着水里的鲸鱼 彼得不敢招惹猫 只好转身走开了 彼得想回到工具房 再找出路 突然一阵咔嚓咔嚓声传来 好像是锄头挖土的声音 彼得吓得躲进了 旁边的树丛中 等了好一会儿 背面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彼得撞着胆跑出来 跳上一辆独轮车 偷偷观察菜地里的动静 原来是麦克先生 在给洋葱松土呢 看啊 那是什么 麦克先生身后不远处 菜园的大门就在那里 彼得小心翼翼地跳下独轮车 沿着菜园的墙角 飞一般地向大门冲去 可就在一个拐角 他还是被麦克先生发现了 逃命要紧 彼得不顾一切地从大门底下钻了出去 躲进了菜园外茂密的树林 终于安全了 生气的麦克先生把彼得的夹克和鞋子挂在木头架子上 做成稻草人的样子 用来吓唬那些不时到菜园里捣乱的小鸟们 从菜园脱险后 彼得一步都不敢停 头也不回地向家的方向奔去 终于看到大山树了 他疏地钻进洞里 回到了温暖的家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彼得已经累坏了 一回到家 他就扒在软软的细纱上 闭目养神起来 正准备做饭的兔妈妈 看了彼得一眼 心想 这孩子太奇怪了 他的衣服和鞋子又去哪里了 两个星期前 他才刚弄丢了一套 当天晚上 彼得就病倒了 兔妈妈特地为彼得熬了柑橘要茶 在他睡前喂他喝了一汤匙 跳跳蹲蹲和棉尾巴 却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有面包 牛奶 还有他们亲手采摘的黑野莓